根据科学研究 体育锻炼身体活动的显著减少 是人们抑郁和焦虑大量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如果增加运动 会不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好处呢 答案是肯定的 美国都科大学的Michael Babiak教授的研究证明 对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 如果每周锻炼三次 每次30分钟 那他产生的疗效和服用抗抑郁药一样有用 此外 Babiak教授发现 与服用抗抑郁药治疗抑郁症的患者相比 在研究完成了六个月之后 那些进行运动的抑郁症患者 保持他们心理健康的可能性 是只服药的患者的四倍 那其他的研究表明 运动对症状较温和的 但是通常更持久的轻型抑郁症患者 也是有类似的影响 幸福学创始人沙哈尔教授说 不运动就像服用了抑郁药 会让人变得更抑郁 那他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你看哈 我们人类啊 不是被创造成为天天坐在椅子上的这种动物 运动呢 是我们人体的自然需要 当我们阻碍我们人体的天然的需求的时候啊 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 无论是身体需要某种维生素 蛋白质 氧气 还是运动啊 因为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一个整体 我们的身体的需求被阻碍了 就会导致我们心理上的一种挫折感 于是呢 不运动呢 就会产生了心理的问题 你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吧 我自从学习了这个道理之后啊 我就更积极主动的运动了 你也每天运动起来吧